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间地狱呢 那钱横数他是花不了了 好 除此之外我们来看看中国两会现在顺利登场之后 习近平不仅仅只是大权在握 他现在呢 居然还把东场收归己有 号称是超级东场 党内大清洗下一波又有谁倒霉 我们等一下好好地来了解一下 先来介绍与会来宾 首先介绍的是资讯媒体王瑞德 婚明好 大家好 资讯媒体康仁静 婚明长好 再介绍是财运专阿献哥 婚明好 大家好 财运专阿邱敏宽 婚明好 大家好 再介绍是前行与高仁和 婚明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关心巴赫木头 乌克兰能不能守得住 现在呢 看起来是越来越紧张 以及中国方面是不是真的 连火箭弹都送给这个俄罗斯了 好 现在传出这样的一个消息 是郭文贵透露的 但是郭文贵的情报来源来自何方 是不是美国相关的情报单位 好 俄乌战争一周年 一周年过去了 大家嘴巴都是谈和平谈和平 但是呢 总要攻下越多的地方 和平比较有机会谈得到 现在在南部出现 本土哦 俄罗斯本土 居然发生多起 暴躁不见什么回事 对 没错 那普丁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呢 你叫乌克兰的政府 要非常小心一件事 为什么 因为这一次的攻击 政府否认说这就是他们干的 但是有一个组织叫俄罗斯自愿军 这个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成员 都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自己的反对派 就是反对普丁的人 他们承认说是他们干的 他们还有拍那个影带 还有公布就对了公注意事 这是我干的 所以内部开始乱了 开始内部乱了 那么乌克兰事上呢 那么现在也出动大量的无人机 尤其是攻击型的这个自杀无人机呢 去哪里 去打克里米亚 那么跟玛利乌坡尔机场 各位玛利 好 那除此之外呢 在还没有进行所谓 这个真正的大规模 各位要知道 这个战争打了一年多 对不对 虽然老是有很多航空飞弹 把次真飞弹 把俄罗斯的军机给打下来 苏凯25 27 然后被打下来 但是事实上 真正乌克兰击落俄罗斯的战机 只有200多家 然后呢 这有什么意思 坦克啦装甲总共摧毁了几千量了 但问题是 一个大型的这个会战呢 发生在乌列达尔这个地方 交战了三个礼品 使用的阿兵哥啊 你知道吗 俄罗斯已经是第四波派新兵不断上战场 新兵是什么意思 新兵就是训练不够扎实 他指挥官一批 一批换过一批 最后的结果就是 乌克兰自己也说嘛 我们还是我们 但俄罗斯新兵一批换过一批嘛 这也是解释为什么 你空有装甲车 空有大炮 空有这个等于说 坦克 最后的结果 还是会输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而这个130多辆呢 也是到目前为止 最大的一场坦克大决战 好 对这个美国方面关注的是 中国 中国在这场战争当中 会不会就是帮了俄罗斯哪些忙 北约查到了一艘货篮 里面有很多中国制的一个枪炮 另一方面 这个商人郭文贵爆料了 说北京的火箭军已经要往俄罗斯的战场去了 有可能吗 而且郭文贵的爆料 不是说已经要往那边去 他是说已经去那里了 这才是大的问题 就是外界一直认为说 俄罗斯你今天撑到现在为止 你还能撑多久 这你大概传统的武器 大概能使用的 有可能都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那你因为乌克兰是有 北约或者美国的这个军援 那你俄罗斯到底有没有军援 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 现在敢公开讲 除了白俄罗斯说 我欢迎你来之外 其他没有一个国家公开说 我支援你 但是郭文贵这个爆料是讲说 这个中国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所谓的火箭部队 火箭部队 其实在早期 我们比较常听到叫二炮部队 但后来那个编装 重新再调整的时候 才把它变成叫做火箭部队 二炮听起来训训的 对对对 我们听说什么二炮 是拿两个第二炮兵 火箭就厉害了 对 但是以前都听到二炮二炮 所以他最早其实叫火箭 后来白二炮 然后又改回这个 那他的讲法是说 这些其实火箭部队已经抵达 已经过了那一条线 就是他已经进入到 这个所谓的俄罗斯的 这个地方 而且也就是跨过中俄的 这个边境 然后开始进行战略部署 那因为他的火箭部队来讲 事实上他打的都是 可以比较长距离的 所以他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这样去援助他 那这个东西 当然郭文贵会这样爆 他有一点是因为跟美国 在这段时间一直觉得说 你中国不要去 去暗示援助这个俄罗斯 有关系 所以郭文贵到底 他到底有没有他自己的 这个情报来源 因为他已经爆太多料 而且有些人觉得说 他好像爆的还跟真的一样 你知道 那我们就回来看 我觉得可信度到底几% 我觉得 我觉得你说大部分 因为他 有对有不对 对不对 我认为有一些可信度 因为他并不是开拔到 那个所谓俄乌边境 对 他是在中俄边境 过了那一条线 所以他的讲法是说 过38度线 那我们认知是说 过38度线应该是在 这个俄乌之间 而不是中俄 所以他这个部队 接下来去哪 我觉得第一个 美国一定会去掉卫星 火箭 那这么大大一粒 不可能说卫星你打不过 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讲 他会高度关注 那可是有些东西 你就算卫星打 你不见得看得到 比如说给各位看 画面上面的这个 你看这个秘密麻麻 油油油 一支一支一支 我不讲 你大概不会知道 这什么 我跟你讲 这是他们这个法国 法国说呢 他们就拦截到 这个伊朗的货轮 结果发现这个货轮里面 载了一大堆 这样一根一根 一支一支的 他说呢 这个是中国大陆制的 叫做五六四的 这个突击步枪 那这么多的这个步枪 他们原先讲吧 是说他们之前 已经缴获了 大概五千多把 那在这个货船上面 大概又缴获到 大概三千把左右 他们怀疑说 这些其实就是军援 到这个所谓的俄罗斯 里面去给俄军所使用的 那这个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得到 但因为其实从这个 这个美军 因为后来有跟他们 这个法国去要这些照片 他们就认为讲说呢 他很有可能 这个伊朗货轮的 这个货船的 这个最后的抵达的目的地 可能真的 要么你就是中转 不瞒他可能 最后就是要留给 这个所谓的俄罗斯 所以很多人就在看说 这一次的这个 俄乌战场里面 确实俄罗斯打了这么久 你今天在战场上面的 这个战场辞滞 就你没办法推进是一件事 可是很多人怀疑讲说 你俄罗斯其实面对到 乌克兰军队 那个俘虏的时候 你是不是用所谓的 不能道的对待 那过去有一段时间 大家就看到 就是说你看俄乌战争 为什么后来乌克兰 在大逆转说 被全世界各国 觉得他们很可怜 其实你记不记得 那时候其实就在 乌北地区有没有 俄罗斯本来是 占领乌北地区 后来整个大撤军 那时候不是讲说 他们重整他们的部队吗 那个北部撤军完了之后 大家进入到那个城镇里面 去才发现到 哇 里面是这么多人 有些在地下室啊 或干嘛 那现在就陆陆续续 都一直在传出来讲说 俄罗斯的这个军队 可能也有可能是 他们这个 这个所谓的佣兵部队 对待这个战俘的方式 其实你知道才短短几 他是投降 被俘之后 最后试回 居然就活不下去了 他是一件事 可是你所使用的手段 跟你有很多的方式 被人家觉得 他是其实已经超出了 你的合理的这个范围的时候 才会让俄罗斯 在这一次成为 全世界的重死之地啊 好 其实战争就是残忍的 巴赫木头 乌克兰想要拿回来 但是现在呢 为了拿回来 采取什么手段 乌克兰试图要炸水坝 而俄罗斯为了 死守巴赫木特呢 居然投下了炸弹之王 乌克兰已经放出风声了 可能守不住了 目前的巴赫木特 叫做绞肉机战场 什么叫绞肉机战场呢 所有的男人 通通往前线去 那为什么那个地方很重要呢 巴赫木特 如果没有守住的话 在整个顿巴斯 后面有三个城市 全部都会失守 乌克兰的军队 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炸水坝 然后那个水坝炸下去 这个可是非常非常 重要的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水坝 被炸完之后的一个状况 本来的水是堵在上方的 这个水坝往后一炸之后 水往下蔓延 巨船蔓延的整整 超过60公里 所以目前包括了 整个俄罗斯的一个军队 哇哇叫 现在是在天寒地洞之际 可是各位军队会哇哇叫 人民会不会哇哇叫 一样 所以目前就说 怎么会打 打成这个样子 那后来俄罗斯 七伤全了 对 已经完全都七伤全了 后来俄罗斯想不到 就在一个晚上 突然间所有的 图95的一个轰炸机 全部都开动 但那个时候 整个美国军方说 他开图95 他要干嘛呢 想不到这次来的是 大家伙 传说中的F3000 FAB FAB3000型的一个炸弹 之母真的扛出来了 这个炸弹不是新炸弹 这个炸弹是旧苏联时代 四五十年前的一个产品 但这个炸弹 极不人道 为什么呢 他一颗的重量是3000公斤 内含1400公斤的一个炸弹 当他往下掉的时候 炸到的那个当下 50公尺半径平方范围 全部全毁 可是扎伤力不只是这样子哦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震波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据传很多乌克兰的一个军队呢 当场被炸死 很多躲在整个壕沟 地洞当中的人呢 是直接被炸成肉饼 而且他们被炸死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突然间就砰 炸开 然后炸开完之后呢 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震波 美国认为这件事情知识体大 为什么呢 就在整个突九五出发的时候 飞机还没动 炸弹一丢下来 美国就把他们的末日飞机 直接往整个冰岛掉 所以目前呢 冰岛的整个末日飞机 已经在那边standby了 那为什么呢 现在最怕的叫插枪走火 抢下关键这一席的蔡培会 带着母亲上台 她红了眼眶哽咽致词 我有很强烈强烈的感恩之心 谢谢每一个难投的乡亲 谢谢每一个今天去投票的人 拉锯战中胜出 她紧揉着给予最大支持的妈妈 此次她拿下45218张选票 与林明珍仅1925票之差 要持续的把我所提的证件 还有相亲的期待 好好的来达成 所以坦白讲 当选是责任的开始 心情还是紧张的 同意开票对手林明珍 票数紧咬在后气氛紧绷 现身进总官票时 她面色凝重 最后与南投县长许淑华 出面自行宣布败选 南投立委第二选区 从2008年开始长达15年 都是蓝营胜出 民进党首次翻转蓝天变绿地 特别冲到台下给支持者深深拥抱 蔡培会这场胜仗来得相当不容易 毕竟从2008年单一选区开始 民进党在南投从没赢过 尤其2020年选战 国民党许淑华更是赢了 民进党超过2万多票 请走基层是蔡培会翻转关键 另外民众更盼望南投可以进步 尤其国民党对手林明珍 从立委当到县长再回锅选立委 让在地民众看不下去 选前民进党就猛攻林明珍争议 包含5千万豪宅议题 儿子林如宾在县府当黑官 以及林明珍帮儿子卡卫立委 不仅民众不满 传出蓝营基层颇有怨言 认为林明珍家族把持地方 绿营顺势而攻 赖清德多次低调走访基层 成功拔装蓝营装脚 即便国民党大军回防 仍难挽回颓势 蔡培会从原先民调落后 林明珍十几个百分点 一路苦追逆转胜 就连蓝营大票仓南投市都翻转 蔡培会艰苦一战开花结果 除了林明珍争议多 更多的是他不放弃的精神 一场又一场浮选 整个二月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到南投拉抬蔡培会高达30场 全力冲刺成功翻转南投 更为绿营注入一记强行征 赖清德不仅帮民进党终止三连败 更是党主席上任后首场战役 党中央总动员 赖清德更指派子弟兵进驻 亲自操盘 如今拼下胜利 不仅巩固他在党内地位 2024总统大选更是全党定于一尊 由于这场补选 是明年总统大选前 最后一场重要战役 蓝绿精锐进出 国民党立委坦言 蓝营优势选区翻盘 重伤朱立伦底气 让他争取2024筹码逐渐丧失 也让民进党慢慢从谷底翻身 代表国民党 向大家表达最大的歉意 我们努力不够 南投立委补选 蓝猪正面对决 蓝绿主席声势一销一掌 但不论结果如何 面对2024大选 仍要谨慎面对 好 今天台湾的政坛 上演了一个南投的大惊奇 在昨天选举之前 其实民进党内部的民调都说 输赢差很少 一两千票 但是好像因为 国民党的盘很大 国民党在三个礼拜 全盘已经回防了 然后一直猛打全洞房 连民进党都没有信心 虽然嗅到了中二选区 当时的气氛 嗅到了年轻人对于林明珍这种相对剥夺感 但是这种补选 年轻人真的会回家投票吗 这个投票率能够拉到多少呢 今天开票之前 没有人有把握 昨天选举在这个竞选之夜之前 没有人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但是我的天哪 南投上演了大荆棘 赖清德主席的第一战 赢了 对的 没有错 事实上呢 这一场这个 等于说南投立委的补选 对民进党来讲 太重要 太重要 太重要了 而且赢得太漂亮 太漂亮 太漂亮了 为什么呢 因为国民党认为 始终认为这个立委补选 如探狼取物 所以他们高兴 让台北市的大安区 少一起立委不补选 没有关系 反正明年也是我的 他们认为 那么在南投的这个立委补选 也一定是林明珍赢 赢定了 结果呢 结果呢 结果今天就告诉 很可能打了国民党的一巴掌 为什么呢 去年底的这个十一月 底的这个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的输 并不是国民党的赢 为什么呢 因为是民进党的 死终很多的这个支持者呢 他们因为新贵一冷 没有出来投票 国民党的得票数 并没有增加 虽然他的县市首长 执政的人变多了 那么但是呢 国民党因为这样子 冲昏了头 误以为立法委员 总统大选就一定赢定了 这一次为什么林明珍 会变成这样 就很简单 过去三十年来 林明珍从急急政长 从立法委员到南投县长 都没有被人家 像这一次的检视过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一次真的把林明珍 直接把他检视 三个检视 他这次出来算補算 他是非常违勤 违勤 他说的 他说我不牺牲 那谁要牺牲 你这么违勤 你违勤 世界上哪有一个 要补选立法委员的人 出来的砍棒怪哥 我保证明年我不选 那我问你 那你算这个 是在算金属一算的 哪有人保证说 我对你的选民服务 只做到明年一月底 再来我就不服务 哪有人要用这种事情 你知道吗 那么事实上 就是因为过去在南投 把这个南投的人选民 把国民党怪坏了 所以让国民党认为 这个地方变成家天下 他本来要把接棒给他的儿子 对不对 所以儿子如果接棒立委的话 搞不好许说 当两任的县长以后 儿子就要选县长了 但问题是 从这件事情里面 可以告诉你一件事 没有那个所谓的 一定死忠是谁的这个盘 那么2018年高雄 可以市长变成韩国瑜 现在南投的立委 就可以变成了拆培会 所以只要你认真拆培会在这个南投 经营了这么久 从921大地震了以后 返乡过来 他明明 他们明明是南投人 却被人家这个污名化 打成说是空降部队 然后呢 紧接而来 包括南投的 我相信这一次的相亲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 这个包括竹山 包括很多 那么都有垃圾的问题 我觉得戳中了南投人 心里面的痛处 你知道吗 南投的那个垃圾问题 李明珍当了八年 没有办法解决 不是你垃圾问题不解决就算了 你还搞不清楚状况 谁帮你解决的 你不知道感恩 我觉得他搞得清楚状况 他是故意这样子 污名化林家龙的 你觉得他搞得清楚 林家龙帮你烧了 五万七千公顿的这个垃圾 你怎么会不知道 而你同属你自己 中国国民党党派的 台中市长卢秀英当的五年 只烧了三千公顿 我问你 如果你说林家龙可恶 那你们同党派的人 把你当做什么 可是所以你拿这个东西乱打 我给你激起所有的公愤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到后来让人受不了 直接竟然去拆了拆培会相关的 以民进党的这个相关党部 署名的这个布条全拆光 可是那么这些 你们支持林明珍的 还有这些包括污名花拆培会的这些布条 全部都在 理由竟然是说没有人检举 你知道吗 你要拆拆培会的这个理由是说 没有具体的这个具名 太过分 太过分 太过分了 所以这次的这个选举 我告诉你了 那个所谓别墅 那个所谓的买房子给小孩 那只是其中一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从今天推倒了这个林明珍 推倒了国民党 在南投 一定非国民党不可的这个 等于说立法委员下一步到明年这个时候的选举 对不对 你就知道总统大选跟立法委员区域的补选 不是国民党想象中说 斗定尼干他们赢定了 没有这回事 只有一步一咬一 才能够真正的赢回台湾 好选举就是一步一咬一 蔡培会南投人民是看在心里的 他一个栽培出来的这个台大博士 他回到了乡下好好的经营 他这次选举虽然是补选 虽然只做几个月 但是他透过客厅会 即使没有三十个人 他也一一交流做互动 让人家感觉到说 这个女性 他对南投是有热情 他有很多事情 要来这个帮南投来做 而不是林明珍说 我现在这次是比较危险 危险来算 危险来算 你就倒倒去 我们现在要来分析什么 我想要先请问一下正浩 你有没有跌破眼镜 还是说你先前闻到了不同的氛围 你跌破眼镜了 好险没下注 下注要请家荡谈 真的是 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夸张 因为到选前十天 我们很多事不能讲 我们在节目是被封口的 可是那个变化赌盘 我们是一直在收 一直在收 其实在选前 差不多是一个月左右 没有 选前两三个礼拜的时候 都是让八千票的盘 林明珍让蔡史惠八千票 后来八千 五千 三千 一万 到选前三四天开一千票的盘 八千 五千 三千 一千 开到一千票盘 输赢在一千票以内 不是说朱立伦震怒 当得了 国民党全面回房就回来了 连许舒华都请假三天了 那就表示只输一千票 否则干嘛全面回房 回房之后没有换等来嘛 没有把票洗回来嘛 对 关键就在于是这样的 我先跟他讲整个局势 但是后来为什么动不出来 我等下跟大家报告 因为很简单 因为那个真的太近了 而且我们各方拿到名料 都差一趴两趴 所以真的好险没有下 那些早一个月或早两个礼拜下 现在全部收到拖库 要跑路这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为什么最后动不出来 你当时提林明珍之后 就动不出来已经注定了 为什么 因为林明珍到后来不是宣布说 我只做八个月嘛 他只做八个月之后 我就注定我最后不可能 花钱砸这场选战嘛 我就算我当选了 我只当八个月的立委 我只当八个月的立委的话 我请问我最后一千万两千万 假设我只当要打出去 我最后剩一周我要打出去吗 不可能嘛 因为我之后没有办法回本嘛 我八个月立委能做什么事情 所以也是没撇步用钱买就有 结果这次没用钱买吗 这次我认为最后钱没有下去 原因很简单 你就资源没有下去嘛 因为当议长押着 林明珍跟油耗到台上说 我只做八个月 议长做见证的时候 对林明珍来说 我只当不可能打出去了嘛 所以你看到最后林明珍 都刚好跟党传哭球嘛 是你叫我选的 是你叫秘书长过来的等等 因为这样选战的 厉害关系的是朱立伦 不是林明珍 请问林明珍落选 他损失什么 没有 可是林明珍落选 朱立伦的损失什么 朱立伦挂了嘛 我现在跟他讲 漏气啊 漏气 不是漏气 这2024朱立伦没有了嘛 朱立伦现在所有在谈2024都说 哇我们等男投补选后再说 男投补选后再说 他在想什么 他在想说 我九合一操牌赢 我加一四赢 我王宏未赢 我南投再赢 我四连胜 我要让国民党支持者知道 我朱立伦是最后应酬 维吾伦 所以未来 确实有那个氛围了 对 可是拍谁挂 挂了 难道挂 所以林明珍也知道 我最后组织不可能去动 我不可能砸资源下去 组织不会动的话 我不砸资源的话 那谁砸 你这样子分析 我不能接受 你的意思是说 不是民进党赢了 是国民党输了 本来就是国民党输 就民进党赢了 有什么不一样 我听到没有 不是说选民 民进党把选民的热情 号召出来 是民进党的 国民党的子弹 没有下下去 看票是有出来 没有 我反过来说 我认为 有把选民的热情号召出来 有有有 什么意思呢 我这样讲 我刚刚讲国民党的 劣势问题 因为这个选区悬殊太大 你一定要国民党自己 贼心该败 还不是贼心该败 民进党自己打得好 才会赢 第二件事情 一开始赖青的 就没有认为这场选上不会输 他就认为这场选上有机会赢 我咋没讲 包含我在内 因为我半个难投 我妈妈继续新春 我都觉得这不可能的 可是你看到 赖青的第一个派 黄建加负民双下去 然后开始去操盘 整个选举的空战的部分 开始大量检验 林明珍的儿子 林明珍的垃圾 林明珍的房子 开始塑造那个地方的氛围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 第一个 国民党自己太扣谁 觉得说 哇 我推林明珍尾赢 第二个 民进党没有放弃 而且重点来投票率 投票率是46.34 补选算很高 比中二高是不是 没有 中二五成多 中二太誇張 中二那个连续杀了两个月 太血腥了 那很难 那很难 可是我跟他讲 原本故事事成 是 原本是事成为界限 事成以下 林明珍占优 事成以上 表示有年轻人慢慢回流 蔡培会有机会 就是4成6 46.34% 为什么 后来检讨 原因很简单 中张投 南投的人 外移人口 我讲年轻人 其实多半不是到台北讨生活 到台中讨生活 所以回家没有那么远 开一个车 张投 40分钟就到了 对对对对 从台中是有快速到处 可以到南投 就是他并不是像很多 比如说北漂主 是说 比如说张化很有可能 张化云林 云家是到北部工作嘛 所以他其实没有这么远 所以综合而来 我觉得蛮有趣的 真的让我们看到 没有一定赢或一定输的选举 你不准我们怒 还叫我们撤到30公尺外 什么意思啊 长法夫人对远景大小声 地点就在南投立委补选的 投开票所外 我为什么要去派出所 来来来 我没有党 我没有党 他自称不属任何党派 也非工作人员 但却涉及监视 前来投票的选民 花时间我来这边 尝尽我 我知道 没关系 我们是自发的 这盆栽乍看不起眼 本来绑在银盘国小内的树干 请你是选务人员吗 花盆居然被挖了洞藏密录器 镜头就朝投开票所 还有一盆在花浦区被找到 蔡培慧又在另一处投开票所 发现密录器 加油 其中一颗镜头就藏在民宅的店表上 不只监视设备 在宫廟门口有人拿纸本 为什么高的胖瘦 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上头印着时间 衣服颜色 穿着款式 以及身材性别可圈选 根据民进党统计 发现特定团体监视投票状况的 在南投市 银盘国小 盛河宫 以及南投市农会 民间相有大咸宫与福星宫 共有五处地方 绿营第一时间报警 而蓝营则要检警查清楚 南投警方已经带回了 六名涉案男女 初步调查都来自 全民监票联盟团体 现在要了解涉案动机 警方要赶人 局条文复原立刻制止 她就是全民监票行动联盟的发起人 花丽娜 绰号花姐 这个监票联盟 分散在不同头块票所 记录跟录影 这名男子同样是联盟召集人 原来过去几次选举 包括2022年台中第二选区 立委博选 都有这群人身影 数人头啊 数人头 要看有多机会 慢慢投票啊 全民监票行动联盟成立目的 提高选务效能 及增进选务公正 但如今发起人花姐 也被起底 过去曾出席海外国民党联盟 举办的台美学者岳阳市区讨论 跟国民党颇为情景 去年王宏威竞选立委时 还曾合体花姐 联盟一行人高喊动算 现场也摆了许多 讲完的棋子 监票联盟的合作团体 蓝天行动联盟主席 武之章 更曾大白话 监票能冲高 蓝营投票率 强调到投开票所拍摄 无关隐私 更无关蓝绿 但这个联盟 打着监票名义 所作所为 是监票还是扰民 画面会说话 我一个中南部的朋友说 奇怪 为什么有人选举都在贪钱 都有政治现金 我们都在选举都在开钱 那你为什么要花钱来做服务 这就很奇怪了 所以人和曾经认识一些地方的议长 为什么要开钱做博物 是为什么 那时候的民意代表 纪乎议长副议长 纪乎都是国民党籍的 这我也不能会员再这样讲 所以我认识了那个中部的那个 那个副议定 我是在台北市 我是1994年认识他 1994年那一年 民国83年跟1995年 84年那一个时间认识他 那因为他跟我的直属长官 就是我的一个 上官 带我班人这个长官 我这个长官要出事 在那里边也跌回来 他跟他是 非常非常之要好 然后我这个长官 他的同学就是 现在的黄署长 现在我们经济社的社长 所以他们都 那时候就是 那一批都很优秀 那我这长官是当时在台北市 半切到这个车辆是第一名的 第一次我看到议员 因为时空背景的不一样嘛 那时候看到议员 就不得了啊 议员好像 好像不说这样 听到议员就落阵战好啊 还副议员而已 哇都要比较大 西装笔挺 然后穿来 世众这样 看他彬彬有礼 因为为什么 时空背景的不一样 那个时候 没有行动电话啊 你根本就 也没有那么多新闻报导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人是行还是好 你不知道 知道说他带一个劳力士传表 带一个 一个转戒 看他很舒服 一个转啊 富裕上 我想说 富裕上你好 有一天 跟我同小队的 他要结婚啊 他要娶婆 就跟他借了车 我的长官就跟他借 那时候借车 那个借BMW 745的 不得了啊 借车不得了啦 那副议员 三里 不二话 车拿着用 车都要熬到 那个南方要装那些 什么东西 要女方的一些 嫁装那些 就是聘金那些 我侧你车 要睡我跟我们董事 学长能侧你车 人要睡车的时候 后头一打开 哇 破了 里面一堆梯子啦 一堆梯子啦 梯子是什么啦 就穿啦 大支的 水支的 怎么枪多到忘记 先收起来啦 还四五支喔 那你现在不就破一个案子了 不是 还四五支 你搞不好去破案啦 我就想看 人家在办公室问我哪个长官 说 哎哎哎哎 莫米朗 你拿来这台车 打开后头 里面有大支 有小支 你都四黑不分 是非不分 我是个小老弟而已啊 你看那个时空背景 我才二十几岁啊 我说这要怎样啦 我跟他说这要怎样啦 他说你急着车开回来 我车开回去警察局 开回来 他就随手车轟了 说莫米朗 你是送什么小朋友 你这样厚到哪里 这么多东西 淡淡的回答完之后 他讲给我们一听 说给我们听 哦是这样啊 他挂掉电话说没有 没有啦 那你五岁 人家的富裕中 是在高带 一些人 好意 撞到这些穿 撞到重的到底 这是要爆脚 给你们做业绩的啊 啊 真的有中央啦 后来 所以的方式 然后后来 警政署就发大一个命令 只有枪支捡来的都不算分数 你本来可以多几分 一颗子弹一分啦 一颗子弹就一分 短枪几分 短枪15分啦 长枪 长枪60分啦 你那张贪几分 那张可以做两年啦 你再捡下去 警政署长就你了 没有 那时候他就讲 没有 后来警政署就发一个 是因为这个案子 才发这个公文的吗 真的啊 是这个案子 对啊 他就讲说以后所有捡到枪支 完全不一律不算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白沙豚妈祖 这几年是真乘嘛 有什么乘 就是会显灵 会让神明 会让民众感动 我这个跟您祈求 有时候就会感觉到 直接的一个回馈 最近让这个不少妈祖 信徒觉得很暖心的 是白沙豚妈祖 亲自显灵 要来帮助一个 要开刀的孩子 对 我们时间跟他说二月十四 二月十四 我们前面在节目有说 妈祖这次社会双双去 走到枪头 到枪头的时候 有一个妈妈 抱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是脑部萎缩 因为要开刀 所以希望 因为这个大刀嘛 一定是大刀的 开刀一定是大刀的 结果他一般都会怕 所以要祈求妈祖来宿航 所以妈祖的亂救 来到这个孩子的时候 他也是用于亂救的 我们一般亂救的 那种群的 那种群的 那种 在兴股 加持差不多一分钟 加持一分钟 然后就走了 走了就有记者问这个妈妈 他说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他说我这个孩子 后来月三月要开刀 因为我也会烦恼 所以我来祈求妈祖宿航 今天妈祖宿航 他就很高兴 不过久就走了 走了 人家做孩子的忙 不要去找 这个事情就在这里而已 但是第二天 二月十五的晚上 在六天 有一个工廠的老闆 在睡觉时突然间 妈祖宿航 来给祝福 妈祖带孩子 带孩子来看 来看后 他看哪看 他本身在六天 他也不知道 叫他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没什么印象 他好像两个想法 直觉想法说 这是什么事情 第二 妈祖你来给我看 这地是有什么事情 要交代 我也都不知道 到前禮拜 前禮拜因为 别耍屯 有一个网路电视台 就像这次的九天八夜行程 这样的重要温馨的场面 他刚才看得到 真是这样的 这个孩子就是妈祖 带来的那个孩子 梦中见过 对啊 他的直觉说 这样妈祖一定有什么事情 要交代我 从我直接开车去共同天 说妈祖宿航 他说 妈祖宿航 你前面向我讨论 是不是 是真的 妈祖宿航 宿航的时 他就是说 等这个妈妈 是要对他找的 但是 你在下头的时 我就拜托下头的民意代表 乡民代表 没在联系来找这个 这个妈妈住在南岛 南岛因为 那个爸爸妈妈 就娶三个孩子 他是低收入户 你知道低收入户 三重就用那些吃不饭 就嘟到这种的事情 这个老板 他是妈祖的迅度 已经走十年了 十年他这回可能 是没用没去走 但是妈祖是怎么会捶到他 因为他有能力帮助他 对 另外就是说 本来这个妈妈 是说二位要去兜 二位要去兜的时候 没想到说 没想到这个 二位十四那天 那个 以前我们 决定说三月要去兜 不然冠军 就会来我们这个 下头 叫头那些 丹妈祖 希望妈祖给修复 希望这个兜可以损失 所以这个事情 尾头 才会这样砍起来 你就觉得有够温馨 香港名媛蔡天凤 被曠幸前夫一家杀害 案情悬而未明 竟又爆出离谱消息 根据香港东周刊报导 钱公公被捕后 不仅聘请多位律师 甚至向蔡天凤 现任婆家喊话 希望代付律师费用 引来网友 批评谩骂 目前蔡天凤前夫 钱公公 以及钱大伯等人 都被扣谋杀罪 但警队出身的钱公公 被捕后却不合作 导致调查速度缓慢 但曾经的一家人 到底怎么走到这部田地 蔡天凤好友出面 这样说 好友坦言 蔡天凤去年11月 就发现 前夫一家态度大转变 但蔡天凤仍包场看电影 当时前夫和钱大伯 都有到场 原本以为一切没事 没想到竟还是发生 不幸命案 原来蔡天凤的屋企人 对前夫旷广志 在2016年 曾经涉及杜杀案 被通缉这件事 一直都知情 香港媒体更指出 蔡天凤去年底 就想和前夫一家疏远 却因想将房子卖掉 双方为所有权引发争执 已戏变成凶财命案 如今前夫一家 绝续被爆出领土行径 也让该起事件 绝续发酵 蔡天凤一案 让无数亲朋好友 难过悲痛 生前好友前歌手 周英杰证实 蔡天凤和前夫 所生的两个子女 已经知道妈妈离开了 甚至透露 蔡天凤本人 早就发现 前夫一家 其心可疑 周英杰更透露 尽管蔡天凤一家 知道前夫有钱科 但以为事情已经完结才没起疑 即便蔡天凤去年底发现不对 仍属于防范 早前 蔡天凤为电影 天龙八部之桥风转包场的时候 就仍然见到蔡天凤的前夫 黄广志 还有前大伯 至于蔡天凤的闺蜜 也就是郭富城老婆方圆 郭富城也首度对媒体做出回应 其实在今次这件事 我想一个是 是一件很震惊 和一件很悲痛的事 我和我太太都是 对方的朋友 在这一刻我相信我太太 要需要时间 郭富城神色凝重 同表哀伤 而蔡天凤的另一位好友 前香港小姐冠军 同样在镜头前哽咽 是有一段时间 我们一起有很多的记忆 回忆起蔡天凤满口都是赞美 说人美心也美 只是再多善良 却逃不过歹徒的谋害 让无数亲友为之心碎 再来看 这个香港名媛 蔡天凤的凶杀事件 国际瞩目 是因为这个手法太过凶残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 因为香港属于这个法律系统 所谓英美体系 只要有任何的疑点利益 是归于被告的 现在每一个被告都说冤枉 有没有可能这个案件办到后来 居然是进入到一个死胡同呢 虽然经过所谓毁尸灭迹 有一种东西不叫DNA 叫立腺体DNA 立腺体DNA事实上 不管你怎么去处分 不管你怎么去破坏 对不对 还是验得出来 而且从其他的间接证据里面 佐证不是误杀 但是无耻的是 没想到这个钱公公 竟然还去跟现在的蔡天凤的公公 他们一家人说 麻烦你帮我们全家出个律师费 所以你看浩颜无耻 丧尽天凉 在这个案子里面表露无遗 为什么他敢开这个口 为什么一家子 一家子 这个住人家的 吃人家的 喝人家的 现在连律师费 你杀了人家女儿了 连律师费敢叫人家出 为什么要贾人告告 太多疑点 不合常情 警方也感觉到了 没人好心好心这就贴 没人吃人告告 所以这中间一定是有一些状况的 因为有多方面的人在揣测 包括你香港警方可能现在也在查 他的爸爸妈妈 有母亲有出现 人家称叫吴姐 吴姐 我们台湾来说 姐姐姐 不然就大了 这种听起来 不像是那种真正名媛 他们在叫的一个长辈 那自己你 因为他只有报道 他是海南人 中国海南人 父亲经商 就写这两个字 可是到现在为止 你女儿被杀害了 父亲没出面 妈妈出面 可是到底经商 经什么商 香港警方会去查 你这个到底你在中国内地 你们的内地 中国做了什么生意 两亿多 那不是200多户 买百分的 那这个金流你必须查清楚 是不是里面有黑幕更深的水在里面 你们两家在一起都知情 而你们知情之后 这个蔡天凤只是一个牺牲品 或者是这个蔡天凤只是你们两个 两家在操纵的一个傀儡 他都没有把柄在你手上的时候 因为要卖的房子 你说一无所有 所以这个钱公公事无忌惮 事无忌惮 他犯了他 他居然敢叫人家付律师费 是啊 是不是这个把柄很大 这么的可恶 所以就是中间一定还有内幕 一定还有内幕 不然他没有办法把他绑的